大家好,我是张希文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中国的传统乐器 叫做古征 也就是我面前的这个乐器 那么这个乐器之所以叫做古征 就是因为它本身所发出来的征征的响声而明明的 那么这个乐器呢一共是有21根弦 它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弹波乐器之一 古征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那么根据历史记载 它很可能是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 或者是少于五弦的一种简单乐器 最初呢古征只有五根弦构成 那么分别对应 公、商、爵、直、余这五个音 那么经过汉代的发展 到了唐宋时期就已经演变成12根弦 以及13根弦 发展到建国以后呢 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的21根弦 古征的演奏名家包括王中山 赵曼乾 周旺 以及袁沙等人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著名演奏家 就是王中山 从小呢王中山的父亲就对他非常的严格 他曾经在三四平方米的厕所清房 苦练了古征五年 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 他在墙上画了一个金字塔 那么在金字塔上写满了比他弹古征厉害的人 每当他觉得自己超过了那些人 他就会在金字塔的下方把那些人划掉 由此经过刻苦的努力 终究成就了一代征弹圣手 首先呢 我们在弹奏之前要坐在琴头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区域 然后右肩和琴梁的这个部分 成一条直线 那我们如何去弹波这个乐器呢 首先我们要在四个手指上戴上甲指甲 像这样的甲指甲 然后呢只需要将甲指甲贴在我们的琴弦上 轻轻的去拨动琴弦 像这样 就可以发出美妙的音色了 在我们去拨动琴弦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手型要保持一个非常自然 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 就像这样 虞州唱晚是一首非常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古征曲 而且它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 在中国流传最广 而且影响最大的一首古征独奏曲 那么虞州唱晚的名字 是来源于唐代诗人王博 在腾王阁序当中的一句诗句 叫做虞州唱晚 想穷彭里之宾 那么虞州唱晚的曲调 非常的典雅优美 而且很形象地描绘了 在夕阳西下 晚霞斑斓的时候 渔民们欢快地唱着歌 满载着丰收的喜悦心情 也表达了作者对于祖国山河的赞美和热爱 好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征曲 叫做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 从古至今 古征都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而且古征也经常出现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画作当中 也为整个画作增添了不少的情趣和意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关于古征的分享 希望大家也可以了解古征 喜欢古征 并且爱上古征 小学生的字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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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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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